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马哥预计呢 肯定未来还要往下跌 当然呢 对于跌多少呢 大家都是议论纷纷的 想马哥的观点呢 会跌到90万左右 今儿呢 就聊聊 到底什么时间点 在什么时间节点 特别精确的 咱们能够入场买房 好 第一个啊 我们首先说呢 如果你想买公寓的话 那今年冬天其实就可以入场了 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点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现在公寓实际上盖的这个量啊 非常大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首先这方面就受到打击 这个房价呢 一直往下压 因为总体来说啊 整个收的租金不足以靠着这个 各项费用 包括物卫费啊 也在涨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它收下来租金 平均来看啊 在过去两年买房子的人呢 基本上每月都要亏这个1000块钱 1000价币左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也急于抛出 另外一个因素呢 我们要看到 这个毕竟公寓啊 在整个市场呢 价格不是特别高啊 应该说是所有的这个房屋类型里头呢 比较偏低的一种 同时呢 这公寓呢 还有什么特点呢 挨着这个公共的交通设施啊 比较近啊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的就倾向于怎么样 刚开始买房的时候买公寓 因为它价格低嘛 大家都能承受得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哎 在这种市场情况下 应该说今年冬天啊 那么在这个挂费量大的时候呢 大家买呢 就比较合适一点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讲一下 接下来呢 可能未来两年 house为主的这些townhousehouse这些市场呢 会继续下跌啊 这个下跌幅度呢 应该不会小 原因呢 非常简单 第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多伦多的收入啊 实际来讲的话呢 实际多伦多的收入呢 并不是特别的高 呃 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官方的统计数据呢 其实也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对吧 然后 就是说 我们看到 实质上 在这个大多地区啊 咱们说大多地区啊 整个的平均的护军收入呢 实际是九万七 而在多伦多市啊 多伦多这个这个市呢 实际上还不如这个大多整个地区这个平均收入高 那护军收入呢 反而是八万四 原因呢 很大一部分人呢 可能是单身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看出实际上来讲 呃 整个的多伦多地区或者大多地区 它的收入呢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对吧 那你这个平均收入 你支撑的房价呢 呃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它全部啊去买房子 对不对 拿这个价格全部去买房子 那实际上每月还款呢 也就是八千多 那八千多对应的这个呃 就是房屋的贷款呢 也差不多就是一百万左右 所以呢 实际上来讲 就是不吃不喝才能够还得起这个一个呃 贷款一百万的房子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现在这多伦多的房价 对吧 你上来都是平均房价一百一十万啊 往上 对吧 大家又不可能不吃不喝 所以大多地区肯定怎么样 房价还要跌 如果我们看一看个人收入啊 也能够看出来 这个个人收入呢 实际上是更有限啊 这个我们看到 呃 整个多伦多地区呢 实际上个人收入呢 只有平均下来 这个四万七千六百加币啊 不到五万加币 实际上你平均每个月呢 也就是四千加币这样 那如果看多伦多市啊 我们看这个十五岁以上的啊 咱们的当然这个数据是二零二年 虽然现在工资已经上涨了 但是实际上倒差不差的 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看到呢 多伦多市区是吧 那么平均收入呢 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 也没有超过五万 所以总体来说呢 也是大概四千左右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还就可以想象 就是你这种情况下你还要上税吗 你上了税才能够啊 这个买房子 所以咱们刚才说的是税前的收入啊 不吃不喝 税前的收入供房子 就是都不能够供这个一百万贷款的房子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个收入就可以足以看出 则伦多的房市一定是要往下跌的啊 这无庸置疑 另外一个因素呢 那就说大部分人呢 实际上是买了房子的 你跌也罢 咱也罢 跟我没关系 但是来讲的话呢 很多的这个房子贷款呢 实际上 未来 特别是这个2024年和2025年 这两个年啊 大约有220万的加拿大人将开始怎么样呢 续签这个抵押贷款 这个续签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呢 原来是很低的啊 很多是在疫情期间签的 啊 百分之一点几 二点几啊 这个了不定了 是吧 这个三点几 现在不是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六点几 七点几 是吧 涨得非常的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大约220万人啊 在未来两年里头就要到期怎么样 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房地产贷款的这种升幅 啊 这个占所有未偿还贷款多少呢 大家听清楚啊 百分之四十五 就将近一半 这意味着什么呢 未来这个两年光这个 啊 抵押贷款 这个涉及的这个量是多大的 是六千七百五十亿加币 相当于占加拿大整体经济的将近百分之四十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这个数有什么感觉 我听这个数 绝对是感觉毛骨悚然 未来两年怎么样 大部分到期以后 我相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难承受啊 这个抵押贷款 带来这种巨幅啊 这个支出啊 所以导致呢 很多人可能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而不得不放弃房产 哎 这张分不通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一些端节啊 就是说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啊 在多伦多实际上并不多的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能够年收入超过十万加币的啊 这个群体呢 不到百分之十五 那是占百分之十四点一左右 这个数据呢 当然也是最新的 去年的啊 2021年的整个的收入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出 多伦多居民怎么样 收入非常有限 但是房价怎么样 齐高啊 租金怎么样 也是齐高 举个典型例子 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十万加币收入的人 是吧 实际上他到手呢 也就是啊 七万左右啊 六万七万左右这个水平 六万七万左右的水平呢 如果是啊 交完房租啊 交多少呢 一时一听 在市中心都要 交三千零五 几十 或者是三千亿 三千二 这样 房子不大啊 一时一听 那么 刨去这些 实际上他到手呢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啊 两三千块钱啊 生活费稍开销稍微高一点 他就一分都存不下啊 这还是高收入啊 高收入十万往上的 你基本上怎么样 租完房子 在这个吃饭之外 就没有太多开销了 所以可想而知啊 多伦多市 现在来讲 整个的房价给大家带来的压力是什么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房价怎么可能涨呢 未来二十四年 二五年 房价一定是怎么样 足不还跌的啊 当然呢 按照小马哥的这个啊 所观察的这个限制 至少跌多少呢 跌一年啊 跌一年 也就是说 二年二十四年 年底到冬天 应该是怎么样 你入市 买房的好时候 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指标啊 看什么呢 就看这个啊 整个多伦多也好 或者是整个加拿大也好啊 对于这个支出啊 它的承受能力 现在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Higher inflation, rising interest rates, and the cost of living continue to weigh on many working Canadians A recent survey by the National Payroll Institute h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financially stressed workers have increased by about 20% over the past year extending the trend that started during the pandemic For more on the financial well-being of Canadians we're joined now by Peter Zantakis,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Payroll Institute Pet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How do you define financial stress and what are we seeing in the most recent data? Well, there's a financial stress storm that's really picked up a lot of steam this year and it really started back in 2021 after the initial lockdowns of the pandemic actually improved financial situations for most Canadians as they were forced to save and didn't have a lot to spend, but right now, you know, what we're seeing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ose who are financially stressed and it is the highest we've seen, close to 4 out of 10 Canadians are financially stressed and this has been really exacerbated by the higher interest rates, the cost of living, inflation and the biggest culprit right now is debt working Canadians are using debt to finance essentials, such as food and accommodation, housing and this has really created a situation which is starting to spiral 好,看完片子以後,我想大家一下子就非常清楚了,對吧 一二零二四年,二零二五年,整個的這個利率呢 一定會保持穩定,對吧 因為什麽呢,原因很簡單 因為高通脹有可能在未來呢,是一段時間都要持續的 原因呢也是因為供應鏈轉移 這原來在中國生產的這些便宜產品啊 那麼轉移到其他的國家啊 這個不光是有一個過程 其他國家實現整個生產成本的 比中国呢 还是不太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呢 物价高涨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通胀和利率 一直维持着高位 也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到什么时候呢 实际上按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的说法 都应该到2025年 才能够真正的把通胀控制下来 所以从现在到2025年 在高息的情况下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百分之四五十的人 mortgage他的房贷大幅提升 那么未来两年 特别是支付房屋贷款 面临着很大巨大经济压力这部分人呢 那很快就要怎么样 就承受不住了 所以呢没办法 他怎么样 他就得放弃他的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越是房价往下跌 怎么样 民众越是不买账 新移民也一样 你靠着新移民 新移民他也得拿钱去买 对不对 他也要付mortgage 一个道理 他如果收入很有限 他去付那些房屋贷款的时候 他也会很犹豫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2024年 2025年 都会是下跌 所以呢 你入场的时机 是在2024年的冬天也好 至少是在2024年冬天 对吧 等他从现在下跌 一年以后 那么再入场 或者呢 是在2025年的冬天 对吧 我们 等他彻彻底底的 下跌一段时间以后呢 再入场都可以 无论是house 还是townhouse 那个时间点呢 应该说是 没有人跟你抢房 应该说是 一片肃杀 因为即使说利率出现一点点点下跌 他也一定会维持的高位 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有人还继续碰到什么呢 碰到这个利率高涨 突然之间高涨的这种情况 对吧 大幅增加各种开支 所以呢 真正的这个房地产危机呢 还没有到来 好 因此我们会觉得呢 2024年 2025年 都是房地产比较艰难的两年 那么实际上来讲 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 往往才是我们买房 入市最佳的时机 一般呢 就是在冬天 是吧 那个小马哥推荐都是在冬天 因为什么呢 冬天挂下量很高 但是来讲的话呢 买房的人很少 你得挑选余地就很大 同时呢 你这个溢价空间 也就怎么样很大 所以呢 大家可以呢 在这个阶段不停地看房 但是真正的 你想买最好是在冬天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马哥呢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 包括个人的收入 远在这个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的 很多朋友呢 也在问 未来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 整个房价怎么走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啊 虽然说 整个卡尔加里埃德蒙顿 这房价呢 并不是特别高 特别是埃德蒙顿 那么前期的价格呢 其实是一直没涨的 那么实际上在今年啊 年初一直到现在呢 卡尔加里反而是涨的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涨上还不错 呃 然后呢 原因呢 也是因为啊 这个移民呢 发现多伦多温哥华 这两个地方 确实很难生存 怎么样呢 就大家纷纷移民去了这个 转去了这个卡尔加里啊 特别卡尔加里比较多一些 嗯 在这种情况下 卡尔加里房价呢 会呃保持一个标稳定啊 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吧 我觉得啊 整个的加拿大的形势 包括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 也是扛不住 这个利率这么高的情况 对吧 很多人呢 你贷款啊 只要稍微一贷款 你会发现这个 每月的还款压力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 收入又非常有限 特别对于新移民来说 所以呢 我们对于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 虽然他的形势 比多伦多和温哥华要好一点 但是呢 在未来两年 他的房价也应该是缓慢下跌的 跌到什么时候呢 也应该是随着利率的下降 和经济的好转 才会出现真的好转 但是啊 在没有出现好转之前 往往失业率是上升的 人们的收入是减少的 而房贷的压力是增大的 因此呢 不管什么时候啊 就是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啊 特别是到2025之前吧 那么这个房价想要出现一个往上走的态势 是非常难的 包括未来整个房地产房屋抵押贷款啊 他的这个整个增长的形式啊 给大家看了一下 分析了一下 那么也就说 现在还不是买house的好时机啊 今年冬天的可以买公寓了 但是明年冬天和后年的冬天才是买house和townhouse的大好时机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节目啊 今天节目到此就结束了 好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疑问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也可以呢展开讨论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